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刀的剑射中 射在脸上去世了 到底是谁射出的剑 害得这个英雄就这样去世了的 这个还是一个谜题 没有人知道答案 出征讨敌尚未报捷而身先死去 当了一辈子的好汉 最终是和地上的黄土做了伴 被默默无闻的埋掉了 不由的让人感叹 朝盖在自己的遗言里到底说了什么 朝盖看自己床边 一脸悲伤对他十分关切的宋江 他知道这个宋老弟 是打算用一下自己最后一点的价值 这个看着忠心的宋老弟 等着自己说出 哥哥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后 被子就让给宋老弟做 朝盖心里冷嘲着 但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在所有兄弟面前 跟宋江宣布了遗言 只是单单说了 老弟保重 要是哪一天 你们要是抓到了那个射死我的人 就叫他来当这个梁山的主人 这就是这个要去世的老大 最后做的一件事了 说完这句话 他在九泉之下 走的时候都是含着笑容的 要知道这个朝盖 是怎么当上这个梁山的老大的 这可不是一代传一代的 也不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 也不是说指定谁当 谁就能当 人家当上老大 可是林冲和王伦打仗 打赢了大家一起让他当的老大 是明星所向 说白了 他老大这个位子 是人家林冲 在王伦手里 拼死拼活抢来的 然后林冲自己不当 让他做这个老大 这个位子才来的 现在他要去世了 不能再做这个位子 按道理来说 应该要还给林冲和大家 让林冲和寨里的其他人 一起商量商量 让谁当老大 不能当做是他自己的 自己想给谁就给谁 梁山的老大这个位子 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 但也是所有人的 不是他王伦的 更不是我朝盖的 王伦活着时 还不能自己 巴掌这个位子 我一个要死了的人 哪里能管谁当老大 谁在这个山头上做主人 所以 朝盖的这个遗言 可谓是没有道理 按道理来说 朝盖去世之后 宋升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这个宋江 人家本来就做的是 第二把交椅 在一个人的下面 大家的上面 地位和声望 都是没有人可以比的 其实 还应该加上一条 那就是从宋江 来到梁山上面以后 这里面的事物 实际上 都是宋江来管的 朝盖只不过是个 名头上的老大而已 所以 朝盖去世以后 由宋江坐自己的位置 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还是很受众人热烈拥护的 不过这个去世老大的遗言 也是很奇怪 这个遗言 因为深长 值得人仔细去体会琢磨 宋江的本事很一般 他这分明是给宋江 留下一个大难题 为的就是不让宋江 坐自己的位子 为了免出以后带来的麻烦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